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个新西兰的既得投影,还有澳洲的震悲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片编辑部正向部和晒冷气 继续撞带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今次回来跟大家讲一些台湾的话题 过去自二月底 台湾生产波罗出口去中国大陆,撞板,撞大板 经过28次的检疫都是过不了的 大陆方面就只能够暂停台湾的波罗输入 因为有这个重害,发现到这个重害 还是经过很多很多次都是不通过 正因为这样,大陆那边 那边呢,禁止暂停了这个台湾入口之后呢 在台湾那边呢,竟然拿来这小的政治炒作 炒得轻轻含含含,可以说得是呀 满城风雨啊 一时啊,很威威地拿到这个澳洲订单啦 然后又拿到日本的大单啦 大家看下就很开心 那好了,现在又有一单新的问题出来了 那是什么呢? 就是呀,由台湾的菠萝出口到新加坡 谁不知新加坡那边传出来说 那些台湾菠萝是黑心的 什么是黑心菠萝呢? 就是里面中间的心就黑了 真的黑心啊?哎呀 喂,他们不是说优质的,我们世界最好的吗? 是啊,出口到日本的,很厉害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啦,可能是 他们的质量,始终是参丝不齐 新加坡呢,本身就不是一个农业国 所以他们对这个检疫这个方面呢 就不同其他国家那么严谨的 都是较为宽松的 但是竟然啊,一个这么好的 就是检疫宽松的地方 都要啊,竟然是有些要打回头 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这次就真的我认为是没得抵赖啦 是吧? 因为台湾的菠萝好像 和它的质量检测真的做得不太好 除了出现有些黑心的情况之外 也会发现其他的农产品都有问题 喂,台湾的产品 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参丝不齐呢? 一时就说出口的东西是最优质的 很甜的 因为去到之前就卖到日本 那么回来的反应呢 就说台湾的菠萝很漂亮很甜 那一时倒置了 很多人都很高兴啦 也都因为这样 民进党在这个民意上面 都大致认为民进党做得很好啊 谁不知呢 说不买的,就是试隔几天而已 新加坡那边就说你台湾 台湾的菠萝是黑心的 究竟是特意出口的东西 比较质量低的产品去新加坡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这东西真的这么差啊 都可能的 哇,不用啊 哇,那怎么可以啊? 那不是每人吃18公斤就可以了吗? 需要什么出口呢? 哈哈哈哈 是啊 那些傻子,那些时事评论员 但是你很好笑啊台湾 他们说这些东西,那些人觉得没问题啊 是有人相信的啊 哈哈哈哈 真是好笑啊台湾省 为什么呀,有没有台湾省 这个省道,sorry,差点讲错 不要紧了,会不会是台湾 有关方面啊,有没有批评一个 批评过这个的 新加坡有关方面的 打压台湾菠萝啊? 是啊 喂,心里黑了一点 不懂得啊? 吃啊你 喂,煮都可以啊 哈哈哈 是不是? 会不会是新加坡人不懂脆啊? 还是说他们的意识加强了啊 我找不到台湾的媒体又批评回新加坡 反而呢,大陆暂停了你的入口而已 就骂到妈妈声那样 政治打压,可知是吗? 政治打压 哈哈哈 你台湾的媒体的双重标准都挺厉害的啊 是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底下 哈哈哈 还有呢,就是我看到啊 有个台湾啊 那叫做热爱的台湾省呢 哇,都挺厉害的啊 进口了两万五千公斤啊 啊,结果呢 唉 唉,刚才跟你说啦 那些芯是黑色的 哎呀,他送给朋友的人说 唉,这些质量啊 送给人是吊架的啊 哈哈哈,事实上是啊 就是你质量这么差 怎么摆得下手啊 但是你菠萝呢 你表面看,你看不到的 你一切开你才能看到嘛 那芯是不是黑 原来有点黑色的啊 那你真的看到了 都妈妈声啦 是不是? 嗯 嗯,那有人说 嗯,在中国发现那种 是有细菌或者是真菌 甚至乎微生物呢 就跑了进去这个果肉里面 所以都 这种种种的情况都有可能啊 导致这个菠萝的心变黑的啊 啊,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说,本身这些菠萝呢 呢,那个属性呢 是属于啊 热带的水果 那么,低温敏感不耐航 那么,当你运输的时候呢 呢,因为很多时候都要放进冰箱里的嘛 那怎么不知放进去呢 就破坏了菠萝本身的品质了 所以就造成了 那生物变黑了 那,这一样东西呢 我可以搏车一下啦 因为我以前呢 就不懂吃菠萝 买了菠萝回来呢 我当它好像是苹果橙那样 放在冰箱里 试过一次之后呢 哎呀,原来放在冰箱里呢 放在冰箱里呢 菠萝的品质就变了 变得是成的 果肉是变得很粗的 那么,从此之后呢 我就学会了菠萝是不能够放在冰箱里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会有人在长途运输的时候 会放在冰箱里呢 菠萝是不能放在冰箱里的嘛 会很快的变质的 那么,这位农委会这样说呢 就賴是冰箱的问题 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啦 除非你这个冰箱呢 是高温的冰箱啦 不好意思,可能是十几度的冰箱啦 那么,这个是不可能的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农委会呢 这个农委会会员呢 都是胡亂说的 其实他自己都讲不清楚 因什么原因就导致 菠萝里面的黑心 出现黑色的心啊 就不是它是 那里面的心就出现黑色的 那里面的心就出现黑色的 我相信呢 碰撞的机会就是最大的 但是,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下 你们是不是应该都需要 排查一下 当中出现什么问题呢? 但是,之前吹到劲一劲啦 比如说,中国不买菠萝 是中国大陆不买菠萝 是你大陆的损失 那,好了 现在,连你出口去这个的 新加坡又出现这些问题 喂,你的质检 事实上是出现一个问题嘛 而质检出现问题 而你有关方面 甚至乎,台湾的政府 没有去真的好好地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反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政治策略 不停地去 大肆宣传 说它自己的菠萝多么好 是,没错 一时三刻可以 拿到一两张大单回来 但是,之前这个问题 我都是质疑过的了 究竟能不能够持续地 拿很多大单回来呢? 而质量是没有改善的话 可不可以持续地 拿增加更多的单呢? 除此之外,较早前也出现过 运去日本的台湾产的香蕉 又被人发现 里面的农药 白黑敏 农药超标 一超标,这些就只能够 直接拿去销毁 没有得拿走 这些情况 在日本发生 是最近发生的 台湾的农产品 农业委员会 相信在质量检测方面 都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亦都需要他们反思 对吧 现在台湾的海外波罗 都是逼台商 违卫卫卫卫的 逼他们去买 我们这儿 都是逼台商去买 我们这儿也逼台商去买 和一些主打 就是 不太知道小市那些 台湾的你买 那些人不知道在這裡賺錢辛苦 所以經常說什麼都買 說回來 雖然台灣人經常說菠蘿又甜又好吃 不過新加坡有台商也是 沒辦法 支持自己台灣省 有個台商 人家叫蔡生 他老婆就是新加坡人 她就是台灣人 一直 都已經在新加坡住了15年 但是他就很懷念他的家鄉 今次 可以進口一些台灣水果 他覺得很棒 打算捧場 結果他跟其他在新加坡做生意的台灣人 就買了一堆回去 結果 他當日買的 台灣鳳梨大小不一樣 有一公斤 1.2公斤 1.4公斤和2公斤 但是價錢居然一樣 單價 都是 差不多7元新幣 他說 一個菠蘿7元新幣 他就說 因為新加坡也是 東南亞國家 附近大Q把生產菠蘿的地方 就像印尼、菲律賓 一個同樣差不多的菠蘿 3元新幣 兩倍多 而他的輪國 馬來西亞 是1.9元新幣 而且 他說 是不錯的 其實他們說台灣的品種 禁鑽 有一種叫菲律賓的 鳳梨 是差不多的 都是2.7元新幣 他們說 最貴的就是 以前 因為澳洲是外國的東西 貴一點 也沒有那麼貴 也不夠台灣的 鳳梨貴 澳洲買到 去新加坡 都是4元 台灣要7元 是不是真的那麼划算呢 大家想一想 而且他 跟台洋講的一樣 他都發現有黑心菠蘿 糟糕 不是 個別 一個兩個 應該那批菠蘿是有問題 如果這樣講的話 是 一般都是 沒有理由 一個兩個 什麼的 他可能成商打開 成商壞了 跟好的混合一起賣 可能這樣 這個我猜的 還有一件事 你要知道 去大陸 對岸是很快的 是新鮮的 你想一下 對面已經是內地 他過去的話 我想一下 肯定新鮮一點 那麼短路途 他們說過 上午採摘 第二天就可以到大陸 但是你 去新加坡 東南亞 現在是東亞 那始終內地 保證 那些東西會不會難一些呀 或者在運送途中 你知道越長時間 當然 就是 出差錯就越多了 是不是 沒錯 而事實上 大陸的市場 對台灣 那個 農產 是 非常之好的 以前怎麼說呢 有些台灣的農民說的 哇 很囂張的 說我種的東西出來 樣子像菠蘿 大陸人都會買的 那你嘗試一嘗咯 那我相信過去的日子 亦都有 質量沒有那麼好的次貨 亦都是賣到去大陸的 其實大陸是幫你吞了那麼多 其實 在質量上 我想大家都打算是算了 大家都同胞 中國人是嗎 是咯 是啊 他現在這樣 聽起來好像很受歡迎 台灣波浪 其實 都是跟一些不同國家的台灣 就是台灣的人 或者 在外面工作的台灣人 丟心口而已 講回新加坡這個問題 其他國家市場根本 是呀 政府就說可以的 是可以的 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 沒有市場 是硬撞出來的 那個市場 就像這次去新加坡的波羅 新加坡的台商 是他們買的 並不是真的台灣有這樣的需求 照到你隔離馬來西亞 大把波羅 不用去台灣買嗎 是啊 新加坡的台商 有菲律賓 全部都接近的 我覺得台灣人 幫助一些鄉利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的 大家都有那種鄉情 台灣東西 有不行嗎 那就幫一下你 誰不知找到來 質量那麼差的 投訴那些人 在新加坡投訴 有黑心的人 其實全部都是台灣人 你根本沒有爭辯的 是不是 不是說 新加坡有心害你 而是 新加坡當地的台商回來的 那個回饋 可以看到台灣的波羅品質 不行 是不是 那當中有一位台商 曾經 就是駐新加坡的台商 他這個人 都挺支持台灣產的水果的 他也很主動的 經常從台灣引進不同的水果 說到 去到2014年之後 台灣的農產品 不多不少 都有些問題 他去到2019年 也買過一些 壞了的波羅回來的 他在2019年就入了兩批波羅的 也都是團購 之後就獲得團購 有人訂了五箱 另一批就放了去 當地的超級市場上架 但是 那些品質 就非常不穩定 希望 台灣 農業單位 重視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台灣 政府 顧著 做這些政治炒作 都沒有真的去 去解決問題 現在 搞到你們自己的鄉里 都很尷尬 是啊 還有另一邊商 說要保護台灣的美國 去了哪裡啊 去了哪裡啊 要砸心口 美國的台灣人呢 快點來買 快點來買台灣菠蘿 所以 始終都是 我們經常都強調的 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踏踏實實 做回應該都要做的事 那就不會 會出那麼多錯啦 是不是啊 有問題的 改正回去 跟著之後 就可以做回生意 是不是 一時三刻 正義炒作 是 很可能帶來 不少的掌聲 現在最新的民調還說 民進黨那個 這次對台灣事件的表現 已經 最新的民調 還要升了 之前我們說有 50%的人是支持民進黨的 現在58%的人支持民進黨的 你可以看到其實大部份 台灣民眾 始終都是種菠蘿的人 都是屬於少數 種菠蘿的人 他們自己 我相信他們 知道什麼問題 但是大部份人 都是被 真相所蒙蔽 以為真是 台灣民進黨 真是做得那麼好 所以才有 這樣的民情的轉變 始終都是 政治炒作 如果不是 跟民生有益的事 真是 少做為妙了 如果不是 將來 這些問題 只會逐個逐個 繼續爆下去 這次幸運 還是台商自己 告訴你們 希望 當地 勝勝定定 改善好些事情 事情就可以 停一停 是不是 想不到 一個台灣菠蘿 說了一個月 都還沒說完 我覺得 很誇張 好了 這一節 我們就講到這為止 下次回來 再講其他話題 拜拜 拜拜 拜拜